歡迎大家參加由香港國際授權剪載線 與Business Focus首次合作推出的D-Lab講IP講創意系列 這個系列專門介紹香港國際授權剪載線的D-Lab香港管展商 以及他們原創及年輕的IP 同時協助大家尋找合作商機 希望透過介紹他們有關IP 獲得更多關注及點贊開拓更大的市場 D-Lab即是香港設計、授權支援、計劃 在創意創業會主辦、創意香港的支持及贊助下 在授權展推廣本地原創IP及品牌 展示香港的年輕創意力量 今天我們請來Mr.Giraff的Kafka Kafka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想問你創業之路是怎樣 以及公司是何時成立的 其實一開始沒有特別計劃創業 剛好政府有一個分定 開了公司 然後拿了分定 然後慢慢開始創業之路 嗯 公司是何時成立的呢 以及它主要業務是做些甚麼 公司如果沒有記載 應該是2015年成立 我們成立初期 我們都是做一些設計工作 可能會兼任有些優勢 進行人成、授權的工作 嗯 我看你桌面上也戴了一隻 長頸戳上來 我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這個IP的獨特點在哪裏 是 這個就是Mr.Giraff 其實你見到他跟其他Karita不同的地方 可能其他Karita是有一個大的Family 可能是很大情大性 是 即是很開心 即是他就比較是一個貼近人性一點的角色 他的背景設定就是在一個城市裏面的一個上班族 嗯 但他特別的地方就是他跟其他上班族不同 他就是不會除波逐流 嗯 以往呢 Mr.Giraff 有沒有跟其他公司 或者一些機構合作過呢 其實我們定期都會跟一些商場 或者一些產品 可能一些手機殼 做紀錄和他們合作 嗯 比較難忘一點的就是 我們去年跟一個香港的咖啡品牌 是一個控陪師 做了一個一套五款 由一至一星期五的咖啡掛耳包 給上班族 亦都配合Mr.Giraff 的背景 給其他上班族去飲 嗯 那接下來你又想跟一些什麼行業去合作 接下來其實可能會比較陌生一些 可能是一些餐廳 都想向以方便發展 嗯 都是一些飲食業界 今天也麻煩Karita的分享 OK 今天在我身邊有大賞工作室的Isabel 你在這裏 Isabel 你好 你好 想問一下公司的創業之路是怎樣 以及公司是何時成立的 公司其實是在2016年時成立的 其實開頭我就是因為有些朋友 他們就開始搞了他們的時裝品牌 那時其實因為我本身也是時裝設計師出身 所以他們那時都會說有沒有興趣去搞一些品牌 那時就會想如果我搞一個品牌 我希望會有時裝和插畫 混合在一起來做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畫畫 所以就希望如果我有一個品牌 希望大家會認得自己的一些作品 或者一些有自己個人風格的IP 我看你帶了一些產品上來 都是一些女性的一個角色 你IP有什麼獨特之處 我的IP就是叫做眼袋女孩 就叫做Abel 其實是一個好像我們那樣 都是一些城市人 因為我們城市人都很忙碌 所以就養成一個很大的眼袋 雖然是很忙碌 好像很累 好像我們那樣 但其實她都會懂得用一些很獨特的方法 是令到自己和身邊的人開心的 好啊 之前公司有沒有和什麼企業合作 還有有沒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都有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很開心 在去年的聖誕節的時候 就是成品香港邀請了我們 去佈置他們聖誕節的Campaign 所以就令到眼袋女孩 就好像是一個成品生活的主題 就是遍佈了全香港的成品書店 所以那個project 其實是令到很多人認識我們的IP 嗯 之前就和成品合作過 接下來有沒有說有什麼行業 或者是一些什麼類型公司 你們都想有些合作計劃 接下來其實都很希望 都會有很多更多的不同的商場合作 或者一些大型的event 合作 另外其實很多不同的品牌 譬如食品 飲品 或者不同的產品 都希望我們能夠 我們的眼袋女孩授權給他們 這樣做一些合作的project 嗯 明白 今天也謝謝Isabel 和我們分享 在我身邊有Nicolpito的Lily Lily 你好 想問一下公司的創作理念在哪裏 以及什麼時候成立的 我公司叫Nicolpito 中文名是尼加斯文化 我是公司的負責人Lily 我們公司的負責人由2012年開始 其實我們不是做IP 我們是做動畫 開始的時候我們不斷做很多廣告的動畫 但其實我們也有跟很多不同的客戶 做很多角色設計 去到相對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們都說 如果我們跟那麼多客戶做角色設計 不如我們也做自己一個角色設計 那就出現了HUDK的角色 我見你也帶了一些角色上來 可否介紹一下你的IP有什麼獨特思處 我們這個角色叫HUDK HUDK就好像擁抱 其實你看到好像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其實我們是一個龍的後代 其實我們想帶出一個 你見到是Skateboard 因為我們團隊很喜歡Skateboard 其實想帶出那個意識 就是我們很喜歡玩潮玩 還有為什麼Skateboard以前 人們都會覺得好像很壞 一些頑皮的小朋友才做 其實現在很多潮牌 或者你去Gucci很多名牌 他們都會用滑板 其實它帶出的訊息是什麼呢 你要不斷嘗試 如果你想做到專業的時候 你要不斷嘗試一千一百幾萬次 你才會成功 才去到完美 這個其實是我們想帶出一個正面的訊息 HUDK就是愛死你殺死你 明白 公司以往有沒有跟什麼企業合作過 或者有沒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分享給大家 我們公司其實做動畫 其實我們的客戶都是國際的品牌 譬如我們以前有麥當勞 其實Hong Kong Tourism Board 都是我們的客戶 因為甚至最近海洋公園的Maskat 都是我們公司幫他們設計的 回到我們這個品牌 即是阿克特K 我們自己原創的品牌 其實我們第一站就是 現在國內和世界各地都很流行潮玩 譬如現在最熱的主題就是Portmark 每個都是講潮玩 出盲盒 其實這個是我們上年一推的時候 首推的反應都非常好 接下來就和一個中國做盲盒三大製造商 一起推出 接下來我們已經是2021年 已經計劃了第二彈、第三彈和第四彈 其中有一彈我們就要先保密 因為那一彈我們會和一個國際知名的 Art Toys 藝術家做一個聯成的合作 所以我們都非常期待 接下來還有什麼行業 你們都想和它合作一下 因為這個品牌我們目標的合作商 就是潮玩的品牌、運動的品牌、化妝的品牌 一些比較年輕化的品牌 當然任何人看到有興趣的 喜歡我們這個理念的 我們都歡迎和大家合作 好 期待之後公司的更多合作 今天謝謝Lily 如果觀眾還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和Lily探討合作 請立刻登記參加香港國際授權展在線 你可以透過登入商貿配對服務系統 自行尋找你們的合作夥伴 又或者是可以聯絡貿法局 商貿配對服務團隊 他們亦都可以為你 度身安排線上商貿配對服務 大家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又或者是直接email他們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Bye Bye rather就是下面 在這裏的網上 它不然也沒有 在這裏的網上 再來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